拿起地上雪球 往敵對陣營猛砸 冬季風暴持續肆虐美國 華府也降下大雪 民眾趁機玩雪仗 不過很多人可是笑不出來 因為狂風降雪已經導致50萬戶 沒電可用 就連總統拜登也受到影響 走下空軍一號 拜登一手遮蓮擋風雪 一手扶欄杆 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免得摔跤 本來他應該搭乘海軍陸戰隊一號返回白宮 但風雪實在太大 直升機無法升空 只好轉乘坐車 美國疫情大爆發 碰到新學期即將開始 這讓家長們好緊張 有些學校乾脆回歸線上授課 但教育部希望讓學生都能實體上課 像西雅圖 芝加哥不少學校選擇延後開學 讓更多人有時間先去做篩檢 專家認為學校比家裡更安全 現在美國FDA也通過12到15歲青少年的輝瑞疫苗加強劑 希望讓學生都能安全返校上課 因為美國25小時內新增確診病例超過102萬例 尤其國會七天的篩檢陽性率 從1%飆升到13% 顯然疫情正在全面反撲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